嗨,我是路人 今天要來講述我超級養生的童年 以及我童年 遭遇到世界上最恐怖的養生食物 首先,要來介紹我的養生媽媽 媽媽非常注重全家人的健康 從小,我的生活就非常的養生 因為媽媽的興趣 就是看養生的書 看養生的報章雜誌 研究各種養生食物 去書店也都是在買養生相關的書 那時媽媽發現了有機蔬菜 也就是沒有撒農藥種出來的蔬菜 但是,菜市場裡都沒賣 因為20年前,並不流行有機蔬菜 我媽媽是行動派人 於是媽媽居然就騎機車 載著我到家裡附近的深山裡 找裡面的農夫問 你們有沒有賣沒有撒農藥的菜? 沒有啊 不可能啊 沒有農藥養不起來啦 怎麼可能會有啦 那你可以幫我種嗎? 我給你買啊 不可能啦 會被蟲吃掉啊 不然你自己種種看 好啊 蛤? 蛤? 不然你租我一小塊田 我自己種 蛤? 哦,哦,哦好啊 然後我們全家就被帶來種田 雖然我都在玩泥巴 後來還真的有種起來了 雖然真的很多蟲吃了 菜都有動 但媽媽表示 你看,菜都有動 表示沒有毒 蟲都感吃 健康啦 讚啦 媽媽蟲蟲穩定了有機蔬菜的貨源 後來媽媽發現了烏谷米 於是我家蟲蟲沒有白飯 都是吃烏谷米、蟲谷米、糙米 這個部分在超級白飯人故事裡說過 後來媽媽又讀到新的東西 開始在家裡種木樹芽、豆苗、豆芽菜、蟲蟲 我每天都吃超健康 早餐吃沙拉 然後全麥吐司裡面夾木樹芽、豆芽菜、生菜、葡萄乾 裡面夾個蛋 再撒大豆軟鈴子 然後上面再加黑糖蜜 黑糖蜜好像是一種比較營養的湯 但吃起來沒有很甜 有一個很奇特的味道 然後再配一杯精力湯 也就是蔬菜汁 用各種蔬菜跟堅果跟水果打的食物 超健康 小學時有一次 帶早餐到學校 同學看到我早餐想跟我交換吃 誒 你的是什麼 看起來很好吃誒 我腦臭 可以用我的蛋餅 看你換一口嗎 蛤 嗯 哇 這是大的恐怖東西 為什麼醬油膏是甜的 超難吃 快以為糖蜜是醬油膏 哪有難吃 你的蛋餅才 才 你的蛋餅很好吃 蛤 因為媽媽都覺得外面的食物調味很重 所以我們全家都吃很清淡 當時吃到蛋餅覺得是人間美味 不過我家裡還是有甜點 不過甜點也是很養生啦 譬如無糖優格加糖蜜 再加各種堅果 朋友來家裡玩吃甜點 讚嗎 讚 啊 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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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小朋友都愛吃甜 所以他應該覺得沒有很讚 甜點二就是賣片 就是牛奶或豆漿加賣片跟葡萄蛋 但是是那種真的燕麥賣片 不是一般的那種餅乾賣片 所以甜味只靠葡萄感 超級清淡 讚嗎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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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麥賣片好像有點 很不一樣 感覺朋友面有難色 是 是可你了 但我覺得很好吃 喝口醬 小麥腸吃 後來 媽媽讀了一本書 在介紹小麥腸 從小媽媽的養生食物 我沒有一個不喜歡 因為從幼兒時期 媽媽就把我放在廚房旁邊 我喊了就給我吃一般小孩不吃的東西 例如青角 茄子 以至於我成為超步挑食人 直到媽媽發現一個新養生食物 小麥腸吃 超步挑食人的客氣 指 我童年最大敵人 小麥腸吃 一種綠色 完全不透光的謎樣議題 據媽媽說 牠非常營養 對身體非常好 於是媽媽在家開始種小麥草 看起來就是一般的草 種了一大盤 媽媽說牛都吃著了 我們是吃還沒長大的版本 吃了可以跟牛一樣強壯 然後據說 小麥草這裡有很多營養價值 要現打現 而且打的時候還不能預熱 會降低營養價值 要買冷壓的果汁機 於是媽媽就買了一個用手轉的 媽媽轉的很辛苦 一大盤的小麥子 也只能擠出一點點 這個一天也不能喝太多 那就一人一點吧 於是 媽媽幫家裡每個人都倒了一點 大概每個人50cc左右 大家來喝小麥草汁吧 小麥草汁 又稱綠色血液哦 很棒哦 好 我來喝了 來吧 綠色血液 我一口喝下去 一口有點甜甜 有點刺激 又有點辛辣 不知道怎麼形容的 超濃烈草味 直接灌進我的腦門 我的小腦袋一時無法接受 媽媽 我吐血了 而我表哥表姐也倒了 表哥表姐從此退出戰場 這個小麥草汁的威力到底多強 喝完之後 整個嘴巴的牙齦 彷彿被小麥草汁包抹起來 每一廚 都是小麥草汁的草味 跟恐怖的水 你一整個早上到中午 吞的每一滴口血 全部都是小麥草汁的味道 就像重複喝著小麥草汁 然後 我就趕快吃土吃 想把小麥草汁的味道 從我嘴巴裡面洗掉 終於弄掉了 結果我一打就 小麥草汁的味道就像用死者附身一樣 重新充滿我整個嘴巴 這 這不是地球的死亡 好恐怖 好 好恐怖 從那天起 小麥草汁就是我的噩夢 我每天都祈禱 隔天早上不要有小麥草汁 拜託 拜託 每天是慢一點 拜託 每天回家看到媽媽種的小麥草 都跪求他們長慢一點 拜託 拜託 拜託你們不要再長了 你們是牛的食物 不是人的食物 但是我爸居然學的好喝 好喝啊 乾乾呢 但每次媽媽打小麥草汁 我還是會喝 因為表哥表姐都推出小麥草汁的戰場 這樣會導致媽媽的小麥草汁好像生意不好 作為一個好兒子 我是必須捧場 老闆 來一杯吧 乾呢 後來有一次 我決定喝完小麥草汁 再刷一次牙 不然真的太恐怖了 結果我一刷 我記得牙膏是哈密瓜口味 直接跟小麥草汁的味道融合 升華出 地獄之味 直衝我的喉嚨 我當場嘔吐 啊 以後少喝點好了 對 對 對呀 出一番嗓 可能因為我吐 後來就沒有出現小麥草汁 而媽媽也發現了新養生食品 大麥苗汁 大麥苗汁 是用大麥苗粉泡成的 顏色泡起來跟小麥草汁一模一樣 上面也會有一層綠色的泡沫 但是喝起來完全不一樣 有點像抹茶味 不難喝 對我來說 大麥苗汁 是我童年的舊主 謝謝 謝謝大麥苗汁 謝謝發明大麥苗汁的人 啊 今天是大麥苗汁嗎 可喜可惡 可喜可惡 啊 今天是經理他嗎 可喜可惡 可喜可惡 媽媽應該是停止工業小麥草汁了 可喜可惡 可喜可惡 哇 又是大麥苗汁嗎 昨天我看到一杯大麥苗汁 沒多想我就直接趕 可惡 啊 啊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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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是小麥草汁 原來有一陣子沒小麥草 只是還沒有中 現在又中起來了 從那天起 我每天就像是在抽一番賞 不知道我要喝的是小麥草汁 還是大麥苗汁 喝喝喝 啊 這是什麼喝 是 是大麥苗汁嗎 是 是吧 應該 應該吧 是吧 慢慢去測試 沒多人問完了 笑車又來了 直接喝了 喝酒 啊 啊 是 是 小麥草 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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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木挑食人 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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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急 超木挑食人 自從喝了小麥草汁 我的氣被改造 我的人生軌跡因它而改變 從此所有的食物對我來講都是恩惠 都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 我的味覺第一 已經被小麥草汁完全改造 沒有食物是難吃的 只有小麥草 不過也要感謝媽媽 讓我的童年都吃得很正感 幾乎沒生過什麼病 健保卡都是A卡 也因為20的訓練 我現在完全不調食 而且也很喜歡吃清淡的食物 喜歡煮的和蒸的 大家都覺得我是超級養生人 哦對了 長大後去日本的超商 有看到在賣小麥草汁 輕吃 但那個喝起來完全是超好喝的飲料 因為可能有加很多水跟果汁劑 所以完全喝不出小麥草味 本片不是在推薦大家要吃養生食品 只是在說我以前吃養生食品的故事 也記得不管吃什麼東西吃太多都不好哦 你小時候也有非常恐懼的養生食品 快留言跟我說說你的故事 如果喜歡我分享奇人意識 記得按個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奇人意識故事 我們下次見